翻山月嶺轻轻走近你 揭开尘封的记忆 多少故事让人难忘 穿过云台深情呼唤你 解读你入朗的秘密 无数精彩让人着迷 痊愈旅游深度发现 张扬紫龟魅力 讲述紫龟传奇 学媒体大型纪录片 你所不知道的紫龟 紫龟电视台2016 倾情巨献 末平良好的植被 孕育出了众多小溪 小溪汇成生平河 一路向北冲破群山 奔向长江 水的坚定 山的多情 几百万年 山与水的纠缠 塑造了末平神奇的 卡斯特地貌 河谷 溶洞 暗河 天坑 共同造就了末平独有的 峡谷洞天 深平河 深平河上游的森龙潭大峡谷 神秘情游 沿着电站的饮水渠走进峡谷深处 一边是叮咚作响的取水 一边是深不见地的溪谷 不足两尺宽的渠道走得胆战心惊 菊臂千韧草木葱龙 遮天蔽日 流水匆匆 冷风袭袭 即使在夏天 也让人感到阵阵寒意 水渠的尽头就是犀牛洞 溪水从洞中流出 洞后水气弥漫 一日三潮 大有吞云吐雾的气象 涉水进入洞中 便开始了一段奇幻的探险之旅 高大的中入石随处可见 似飞铺直下似万马奔腾 似云朵空灵 向飞禽 向走兽 向大佛 目之所及 积成风景 一切都随你想象 洞中有一处叫金坝银坝的地方 富含钙质的水经过沉淀 形成了梯田状的钙化层 每个梯田里都有一网清水 在灯光的照射下 波光淋淋 层层叠叠 一时间仿佛穿越到了 云南红河梯田 手脚并用 在石壁上攀爬 水声隆隆 幽暗的深潭深不见底 犀牛洞地貌复杂 山民在洞里架设了简易木桥和升梯 在洞里攀爬行走 充满惊险刺激 整个溶洞十分开阔 分支众多 游人必须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 才能安全进出 不时有飞扑从洞顶倾泻而下 顺着暗河逆流而上 三个小时后 从溶洞的另一头走出来 刹那间 有一种山穷水尽到柳暗花明的重生感 仿佛来到世外桃源 深平河下游 有一个叫杨陵桥的地方 从高空俯瞰 河水在山的一边潜入地下 再从山的另一边流出来 当地人把这样的地形形象地称为桥 只不过这些桥都是大自然的鬼附神工 整个杨陵桥的山体 基本被水掏空 山体中溶洞错综复杂 大体可分为上中下三层 各层之间上下连通 河水从最下面一层溶洞流过 在溶洞中穿行 仿佛只身迷宫 窄的地方仅如一人俯身通过 穿过一道门又豁然开阔 进入数百平方米的大厅 河水也是若隐若现 捉迷藏一般 不时出现在眼前一汪碧水 不知道从哪里来又流向何处 清澈见地 死人间摇齿 据当地人介绍 生平和以前是可以放牌的 伐木工将木材扎成木牌 顺流而下到沙震西的长江口 杨林桥这一段是最惊险的 洞中河道幽暗狭窄 水流湍急 进洞前 伐木工需将木牌打开 人骑在一节木材上 随波逐流 能否出来全凭经验和运气 生平和沿线 星罗旗部的大型溶洞 有十余个 除了犀牛洞 杨林桥洞之外 还有黄寨 燕子洞 月牙洞等 小溶洞则不计其数 没人知道 莫平到底有多少溶洞 很多溶洞不知道最终通向何处 撩动着人们好奇的新鲜 每个溶洞自成一个世界 生平和变成一道绝美的风景 全球护峰 全球护峰 適合 1 2 4 5 5